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也不知道啊,这庆丰是不是分外关注海外播报他的消息, 咱前天刚说完他从国外回来之后是直接隐身,十天不见踪影, 而坊间关于老革命红二代集体逼宫的消息,开始沸沸扬扬的疯传。 而昨天他就立马现身PR,在央媒上挥舞着小手,带着官员们一日游参观了北京奋进新时代主题展览馆。 对此很多专家学者是这么解释的,说人家庆丰为一国之君, 自然要均无戏言,努力遵守自我隔离的规定,所以他就给自己关在了中南海里, 也算是给百姓做个表率,呵你瞅瞅,这一下子就把种种情况都圆了回来。 不过啊,说是表率,但是这天上地下可是两个人间,人家皇上不仅好吃好喝好伺候, 还能抽空来祸祸一下江山,你老百姓就不行了,哪怕挨饿受冻也得忍着,不然就算是造反。 这不嘛,深圳福田区沙头街道就是这么个倒霉道,半年时间里疯了人家六回, 可以说每次以为看见希望了,又无情给人家打散。 整个沙头街道的居民不许外出,连地铁都给人家停了,解封的要求又十分苛刻, 要求十天内没有新增,这一下子引起了心态的崩盘。 要知道,深圳老百姓从一开始的一周一桶,到两天一桶,到现在享受的是一天一桶的大雨。 谁知道无尽的配合退让,换来的就是连房租吃喝拉撒的钱都没有, 真真的变成了穷光蛋,于是趁着夜色,数千名老百姓打算与郎共舞。 面对乌泱泱的大白,和他们举起的执法尽情配合的牌子, 老百姓眼里冒出了怒火,他们高唱着还我自由,一边祭出了飞舞的矿泉水平, 数千人的央根扭起来,让整个场面充满了张力。 而这场群舞最终以黑皮狗数量多结束,在叮了光郎的碰撞声里, 无数参与者被带上了车押赴局里,而后期因为人实在太多, 所以黑皮狗方面选择驱散群众,最终这场央根又以失败告终。 放眼望去,诺大的国土逼上梁山者数不胜数,虽然大部分都失败了, 但是也有少数成功的,就比如说新疆王家梁小区,就演了这么一出真心英雄。 故事的开头都差不多,管控下百姓无米无面,在家关着也能一夜变红。 小区里都是务工的可怜人,本身家底就不富裕,更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 面对大白,好话也说了,膝盖也跪了,人儿并无作用。 于是皮肤一怒是揭竿而起,整个小区全体出动,每个人都喊着还我自由, 每个手机都拨着王家梁的实景,哪怕面对政府黑悠悠的火虫也没人退去。 就这样,王家梁才迎来了现在能开门做生意的一夜解封。 不仅是王家梁,乌鲁木齐的其他小区,也因为他们,换来了现在可以出门买菜的优待。 这才让很多人明白,正常的生活,乞讨也是换不来的。 当然啊,中国向来不缺聪明人,都知道先出头的那个下场不好, 都愿意做那个剪现成的面儿,于是悲剧就不断重复。 贵州大巴深夜翻车的事儿才过去没几天,没想到第二桩案子就出现了。 甘肃临下,一辆转运大巴与卡车相撞,造成至少四人罹难。 然而对于此事,官方没有任何报道,却发了一篇聊聊几字的文章辟谣, 上面写着临下州大巴事件为不实信息,然而到底不实在哪儿了,人家却没有下文了。 经历过上海市辟谣的网友们,对于这个套路也是相当熟悉, 一时间舆论沸腾,信与不信的炒作一团,似乎都无法说服彼此,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辆车越开越快。 之前咱提到过一个电影,叫《引入沉烟》,这部投资不高,演员质朴的片子呢, 却意外走轰,收获了数亿票房。原因无他,不过是在这个号称治疗精神内耗, 遍地鸡汤横流的世界里,用一丝残忍的真实,让人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主人公。 片子里的每句台词似乎都是隐喻,善良的老马是村里唯一一个熊猫蟹, 一分钱不收却在为村里的有钱人续命。 而早哥晚哥的麦子都逃不过镰刀的宿命,草边的驴不让人使唤, 而人哪怕有脚,也跟那庄稼一样,一落了地,就生生死死的在土里肝挨着,哪儿也去不成。 漫天的黄土,贫困的生活,毫无掩饰的人性让人理解了中国的乡村, 更看到了所谓扶贫的本质。 所以这片子背禁的理由也一点不意外,一个是主题灰暗,不符合弘扬正能量的形式, 而老马做了一辈子好人,最后却连和贺定红求解脱,也让广电总局驳回, 实在是不符合中国好人有好报的传统。 而人性的恶,乡村的穷,也跟中国现在有朝气,全面奔小康的形式相悖, 以至于不得不让人怀疑,拍摄者的屁股到底是坐在哪边的。 原本这个电影只是反映了中国乡村的缩影,而这一下架在配合上引入陈嫣的名字, 一下子来了个现实版大升华,还真让人理解了无数老马的宿命。 文化自信的中国容不下一个已经美化过来的乡村电影, 那么真相又会如何直白,以至于中国政府天天内防外防维稳无数。 国庆马上要到了,相信又会有无数主旋律电影袭来, 而各大单位一定会组织观看学习,来体现党民一心的温情。 然而共产党的野心不仅仅止步于篡改群体记忆,它还有更大的阴谋。 这两天,一则关于人民经济的视频突然火爆了网络, 视频称,人民经济应为中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。 而对于什么是人民经济,人家专家总结了四个特性, 叫自主性、在地性、综合性和人民性。 但是他这一通解释似乎驴唇不对麻醉,因为结合事实来看, 在本地创造就业机会,真心实意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民营企业家, 基本都进了局子。 就比如说咱之前报道过的孙大午,人家自建学校医院, 结果因为打破了价格底线,就和党成了对立面。 所以啊,为百姓而经营,肯定不是人民经济的主线。 那到底什么事呢?哎,你把这个人民经济里的人民俩字换成耗材, 再套上人家说的维护主权、自主发展、具有爱国主义性质这几个特点。 你就明白了,这个所谓的耗材经济,就是让老百姓自生自灭。 坏了算你的,好的归国家,人家政府一点活不干,一点责任不担, 还享有跟你平分革命果实的冠名权。 所以这么看啊,这个耗材经济,跟有人理解的计划经济,以国有制,管理一切,还不一样。 毕竟那个国家还得管事儿,这个耗材经济,这个耗材经济, 是让你以所谓主人公的精神管理自己,积极创收,人家就在后头,等着吃现成的饭。 这么一看啊,这个温铁军转家可真是个大聪明,一下子理解了中国梦的真谛, 更明白内循环不是主动,而是不得不干。 相信二十大后啊,中国就会向这个方向转型,拿走你家的牛,还得恶心你觉悟不够高。 呵,这么一想,血压是直冲天灵盖儿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对于中国政府下架乡村题材电影这个操作怎么看呢? 而你认为人民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有什么不同呢? 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,拜拜。